焦点150 脑干 脑瓣 脑干包括了中脑 桥脑 眼脑 中脑 中脑位于小脑和桥脑的上方 中脑内部空间小 中脑的空腔向下延伸与眼脑的第四脑式相通 向上与肩脑的第三脑式相通 中脑含有视觉和听觉的反射中枢 例如眼睛遇到光 瞳孔变会缩小 耳朵听闻声音变会侧头 皆由中脑的反射中枢所控制 维持姿势的反射的中枢也位在中脑 由中脑发出的脑神经包括第三对动眼神经和第四对滑车神经 巧脑 巧脑位于中脑和眼脑之间 小脑的前方 巧脑可将神经冲动自大脑传至小脑半球 巧脑被侧为大脑传至眼脑的桥梁 巧脑负面大量的横走纤维联系着大脑到小脑的神经冲动 巧脑是调节呼吸的中枢 巧脑发出的脑神经包括了第五对及第八对脑神经 第五对到第八对的脑神经 有三叉神经 外旋神经 颜面神经 听神经 眼脑 眼脑和脊髓相连 眼脑为脑的最末端 眼脑内部的空腔称为第四脑室 眼脑的臂很厚 含有许多神经纤维跟较高部位的脑相连 也含有许多神经元的细胞体 构成了心脖中枢 血管运动中枢 呼吸中枢等反射中枢 眼脑也具有咳嗽 吞咽 分泌唾液 打喷嚏 跟呕吐的中枢 由眼脑发出的脑神经 包括第九对到第十二对的脑神经 眼面 舌烟神经 弥走神经 腹神经 舌下神经 心脖中枢 眼脑的心脖中枢 可以将神经冲动 经由周围神经传至心脏 血管运动中枢 眼脑的血管运动中枢 可刺激血管壁的平滑肌收缩或舒张 以调节血压 情绪反应 眼脑除了控制心跳外 还控制着呼吸 吞咽 吞咽 和呕吐 许多由自主神经中的活动 但是眼脑也受到 巧脑及夏思秋的调节 夏思秋又与边缘系统 和大脑皮质 共同调控 情绪的表现 因此 许多情绪的反应 会伴随特定的生理作用 例如脸色苍白 倒汗 心跳加快 小鹿 乱撞 等 所以自主神经的调节功能不是完全自主 人会受到大脑皮质的影响 有关于人脑各部分的构造与功能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选项正确 小脑协调随意肌 随意运动的功能 B选项错误 正确解答是 中脑为视觉跟听觉的反射中枢 C选项正确 眼脑为维持生命的内脏反射中枢 D选项错误 正确解答是 巧脑协调身体两侧肌肉活动 E选项正确 尖脑协调情绪的表达